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历新年到很多人都会采购年花 不仅是可以布置家居 也可以带来好的意图 我们现在就请老板娘为我们介绍 今年有哪些年花最受欢迎 我们比较通买的是四柜柜 四柜柜是代表四柜柜 四柜柜都可以打喊可以掩 通常柜柜是大破的比较好迈 因为大破的比较像名外富贵的人 好像在家门头很大 看到琳琅满目的年花 个个都娇艳余滴 还真不知道要如何下手 选一盆人人喜爱的富贵四季菊 肯定不会错 不过还有没有更特别的呢 今年特别的东西 我们就带黄奶回去买 这个黄奶特别的黄奶 就是我们又加两个小蚝 上去 因为今年是马拉 有马拉年 所以我们又加个蚝 比起代表带黄奶 来家庭安安奶 那时有这个环子痴红 这个就是比较多姿多彩的颜色 在家里面就比较漂亮 花又比较短 有蓝花 蓝花是比较耐色的 又是很短 颜色又是很漂亮 今年最流行的颜色就是 黄 紫色 和我们的马拉年 小巧可爱的虎猴往来 看着真相让人带回家 可是行情不好 今年的年花会不会也涨价呢 老板娘还透露 其实行情不好 就更应该买些年花冲冲喜 今年的行情呢 我们以前是会差一点的 不过看起来 这个行情都不会很坏 所以我们做联副 唐人做生意来说 如果行情坏都好 我们尽量都要冲起去 所以很多客户 都是照买来冲起行情去 所以没什么影响 是的 如果你觉得洋营的运程不佳 后年想要转转运 那就可以选择买一盆转运足 牛转运势 如果转运足还不够 那就来个猪笼入水 包括你财源滚滚来 喜欢简单素雅的朋友 可以选择发财黄金局 价格不高 但却显得高贵 除了增添彩运 想要招桃花 又怎么少得了买些银柳呢 这些上了色的银柳 摆在家中肯定喜气洋洋 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选好你喜爱的年花 买一些回家 准备布置一番了呢 老板娘特别提醒 最近的天气非常炎热 人都受不了了 所以更要照顾好家中的年花 希望比万季多浇水 这样花期才会更迟久哦 空 advisor 时会更迟久 说the w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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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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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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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跑enden花